今天我们要解读的是《百拉图理想国》 但凡稍微对哲学有点兴趣的人 都听说过这本书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 也是乌托邦文学的奠基者 地位甚至可以和孔子论语相提并论 不过这本书有个很大的特点 那就是太长了 这本巨著竟然有六百多页的中文译本 分成十卷足足有五十万字 单从篇幅来看 没有几个人有足够的毅力把它从头到尾读完 不过大家也别着急 为了不让大家错过这本书 我会在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用音频的形式 让大家快速地了解这本书的内容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 哲学是一门稍微有点常识的学科 因此 在正式解读内容之前 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本书的作者柏拉图 以加深对作者生平的了解 从而接近作者的思想 生于公元前427年的 柏拉图是一位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 我们现代人 常把纯粹的心灵交流的亲密关系 称为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一身光棍 你应该听说过两个最亲近的人 一个是苏格拉底 另一个就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 他们被称为希腊三贤 也许是因为世俗的欢乐 对柏拉图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 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真正开创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 说到这里 你也许会想知道 我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去听一本2000多年前的书是怎么回事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万变不离其宗 下面 我给大家讲三个理由 第一 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 系统地表达了政治理想主义 形而上学 至善理念等学说 柏拉图也首次提出 人类的自我启蒙要求 简单来说 就是让人类不再被感性所蒙蔽 而是通过理性去实践科学 去探索真理 这些理论对你来说 或许是陌生的 但是却是建立起了西方文明的理论基础 就像是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样 因此 我们今天的人们很有必要了解 当今世界的价值体系 追根溯源 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 这是我第一次向你提出的必读理由 第二 理想国事一本百科全书 包罗万象 文学 政治 经济 法律 艺术 宗教 道德 教育等等 可以说 不管你学的是哪一门学科 通过这本书 你就能找到这个学科的历史源头 如果你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有很好的见解 那么这本书 将会给你提供一种超越专业之外的誓言 这是第二个我必须阅读的理由 第三点 恐怕也是最重要的 理想国所探讨的基本问题 如理性 金钱 公正 个人与家庭 个人与社会等 这些问题不仅是人生的重要一题 而且是人类永恒的终极问题 通过阅读 理想国 我们可以从狭隘的观点和思维中解脱出来 从更高的角度去理解 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 这是我第三次必须阅读的理由 因此 今天我们在这里 为大家讲解这本黄黄剧主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就从生活中提炼出三个小问题 为什么一人要理智 二正义为何物 三个政治体系有哪些 这三个问题 就是对理想国地图的理解 下面我将围绕这三个问题 逐一展开一位责任的精神事件 首先 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人类需要理性 今天 理性这个词可能已经不是什么新词了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说冲动就是魔鬼 而柏拉图则是第一个提出理性概念的人 他认为只有经过理性训练 人类才能摆脱固有的偏见 从而获得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书中有个著名的隐喻故事 洞穴隐喻解释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理性的隐秘 隐喻是隐喻 比喻是什么意思 隐喻就是用一件事物 来比喻另一件事物 如祖国是我母亲 她的心很硬 母亲和铁石心肠 都是对祖国和冷漠的隐喻 事实上 从广义上讲 人类通过隐喻了解整个世界 柏拉图以洞穴隐喻描绘人类社会 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的洞穴 只有一条长长的通道 连接着外面的世界 在洞穴中 一群囚犯背对着洞口 面朝远处的墙壁 他们的四肢都被锁链锁住 连头都不能转动 他们看不见别人 看不见任何身体部位 只能看到面前的墙壁 山洞里 囚徒的身后有一堆火堆 火堆后面有人拿着东西来回走动 火光映照着囚徒面前的墙壁 囚犯们也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因为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囚徒们 误以为这些声音和影子就是世界 就是现实 一天 囚徒中的一位被释放后 他终于可以转过身来 首先 他看到身后有一堆篝火 那是 他第一次见到的食物 然后 他继续往洞口走去 一直走到洞口 终于走出了洞口 看到了真正的阳光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 在黑暗的洞穴里 人们普遍无知 柏拉图把囚徒比喻为愚昧无知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理性分析的普通人 囚徒的镣铐和镣铐指的是普通人的限制 这些限制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比如心智的不同 也有可能是后天的 比如环境 比如接受的教育 比如接触的信息等等 囚徒所见的影子是浅薄社会的表象 第一个转过身来的囚徒 看见光明时闪动的眼睛 代表了社会真理的痛苦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们可以说得更通俗一些 大家应该都看过3D电影吧 戴上3D眼镜 电影就会变成立体影像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如果有一个从小在电影院里长大的人 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你说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恐怕他会认为 电影里的一切都是真的 人物和景物都是真实的 这个柏拉图的预言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3D电影一样 整个世界的真相都隐藏在表象后面 而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 再逼真 也不过是表象而已 这些表象背后的运作机制 和内部运作机制 才是真实的世界 所以 真正的理性 并不是躲在洞穴里 看那些习以为常的倒影 而是转过身来 直面事物的本质 通过不断了解自身认知的局限 去发现 和了解这个世界的本来面貌 柏拉图称之为 打开灵魂之眼的日常偏见 但同时 柏拉图强调 真正的理性是非常困难的 那些亲眼见过真实世界的人 回到黑暗里 试图向洞里的囚徒解释他们 在阳光下所看到的一切 必然遭到责骂和嘲笑 因为那些被自己愚蠢的见解 所困扰的囚徒 根本不知道他们身后的光明 这些囚徒会认为 知道真相的人是疯子 是异类 是魔鬼 是要毁掉他们 美好生活的恶魔 那么 具体来说 人们究竟是如何获得理性思考能力的呢 柏拉图的回答是 学习数学 几何 音乐和天文 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数学 数学推导 可以自圆其说 无需任何经验参与 而且不断推论 这是一种确定的知识 通过不断地学习 人们可以不断地熟悉抽象思维的过程 从而学会用抽象的思维解决问题 从而变得更加理性 最终走出洞穴 柏拉图认为世间万物 都是有规律的 而理性人的任务 就是去认识和发现这些规律 然后根据这些规律去行动和生活 在理想国度里 这就是理性的答案 如果你愿意打破一切束缚 成为一名理性的追随者 那么我们就从理性的角度 来看下一个问题 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 正义究竟是什么 刚刚我们说过 理想国是以对话的形式 阐述哲学思想的 关于正义这个话题 以柏拉图世界 苏格拉底 以及三个人的辩论形式来阐述 这篇文章长达一万七千多字 我们简单地给大家做个总结 第一个出场的便友 是一个农场主 名叫波勒马霍斯 我们暂且称他为波波吧 他代表着凡夫俗子的立场 认为欠债还钱才是正义 苏格拉底问他 如果我们欠敌人的东西 是否应该归还 波波的回答是 不管是不是敌人 欠了别人的东西 都是要还的 苏格拉底说 那就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 就是还债 波波表示赞同 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 正义是将善献给朋友 将恶献给敌人 所以 救死扶伤的医生 保家卫国的士兵 替你保管钱财的朋友 都是正义之事 波波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苏格拉底说完 开始反驳波波 苏格拉底曾说过 医生在治疗疾病 和治疗病人方面 都是最好的 士兵们 最善于保卫自己的家园 也最善于破坏别人的家园 最善于保管钱财的人 也可能是最善于偷东西的人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 同时具有冷热 绝而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 正义也不应该具有帮助 和伤害两种性质 所以 波波所谓的正义 根本就不是什么正义 波听了苏格拉底的反驳 心服口服 但是沙拉叙马霍斯 却坐不住了 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就叫他小色吧 小色是一位著名的 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 苏格拉底 你这是胡说八道 小色在开篇 就立下了flag 苏格拉底说 你是说 社会中的弱者 要服从强者 小色说得对 小色认为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 一切都是正义 弱者服从强者 才是正义 就拿治病救人来说 医生比病人 懂得更多的医术 在这种情况下 医生是强者 病人是弱者 同样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比起来 统治阶级更聪明 所以他们是强者 而被统治阶级则是弱者 劳心者制人 劳者制人 苏格拉底笑了笑 向小色解释道 苏老师 不管是一束统治术 还是其他的技术 本质上都是一种技艺 而真正受益的 不是掌握技艺的人 而是享受技艺的人 比如牧羊人 他有放牧的技艺 他能找到更好的草场 那是为了牛羊 同样 强者选择施展统治之术 也是为了得到统治者的青睐 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 既然欠债还钱不是正义 满足强者的利益 也不是正义 那么正义究竟是什么呢 百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 对这个问题做了灵魂上的比喻 对于人类来说 我们的身体是不稳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身体会不断地发生变化 最终腐朽 人的灵魂永远不会改变 柏拉图把人们的灵魂 分为不同等级的等级 灵魂可以分为理智 意念和欲望 在这里 意就是意 气就是气 简单来说 意气就是一半理智一半欲望 一半理智 一种介于理性和欲望之间的过渡状态 柏拉图认为 理智在头 意气在胸 欲望在负横格膜和欲望之间 对个人来说 用意气控制自己的欲望 就像哲学家用武士控制平民一样 灵魂有三个层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才能成为正义的人 对于一个团体来说 不同灵魂状态的人 从事不同的事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才能实现整体的正义 从这一点上来说 为什么会有不公之人存在 理想国认为 我们的灵魂里有三样东西 一只野兽 一只狮子 还有一个人 野兽是欲望 狮子是冲动 人类是理智 野兽是一种 无法控制的狂野 和无序的力量 狮子可以自律 意志坚定 但是它们毕竟是野兽 它们可以展示野兽的一面 也可以和人类合作 人是最稳定的 也是最可靠的 这个比喻突出了人类灵魂中 各种力量之间的差异 同时也暴露出理性的脆弱 因为野兽和狮子 都比人类强大得多 这就意味着理性的力量 往往无法战胜欲望和忠诚 柏拉图也认为 人类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贪心者 通常从事商业活动 主要为欲望服务 第二类是智识 一般从事政治活动 忠于一起 第三类是博学者 他们是位理性服务的哲学家 这三类人分别代表着 人类三种灵魂力量的结果 他们的灵魂倾向不同 也就是不同的群体和阶层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上的人都是群居的 相应的 城邦内部又分为三层 统治者 守护者 生产者 对应着理性 意志和欲望 柏拉图认为 人必须分层 各司其职 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 才能使团体整体达到最佳 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正义 例如 生产者负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 他们拥有家庭生活和世俗生活 卫士通过严格的教育和训练 来保卫城邦的安全 促进城邦内部的稳定和行动的统一 统治阶层必须具备行政专业能力 即拥有统治地位并运用得当的人才 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给出的答案 在他看来 正义即非普罗大众所说的 以牙还牙 以牙还牙 或诡辩家所说的强权及正义 对个人和团体来说 正义是理性 意志和欲望的平衡 这是他著名的灵魂三分论 同时 通过柏拉图对正义的阐释 我们也能窥见 他对政治体制的一些看法 下一步 我们继续探讨第三个问题 到底有多少种政治体制 柏拉图认为 在理想国度里 社会各阶层应安于其职业 专心致志 没有哪个阶层 容易与另一阶层发生冲突 在专业分工和分工的情况下 所有的内部斗争都会停止 每个阶层 都会满足于他们自己的工作 自私也会消失 团结会遍及成帮 而那些专心致志的旅行职责的人 也不会自私 柏拉图为了保护无私 把统治者的位置 留给了少数人 这些人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和诱惑 坚信国家的苦难 就是他们自己的痛苦 国家的幸福就是 他们自己的幸福 这就像是中国古代的范老先生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 继续讲下面的统治者 他们没有家庭 没有家庭 没有财产 因此不会有自私的动机 真正的统治者 甚至必须是哲学之王 其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君王 本身成为哲学家 熟悉 中国历史的朋友 可能都知道 两千多年前 孔子曾周游列国 向各国君主 推荐如学 柏拉图就是这样做的 他向希腊各大城邦的君主们 解释了什么是理性 什么是灵魂 效果如何 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来说 那就是没用了 几乎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 柏拉图后来改变了主意 君王不能成为哲学家 怎么办 有没有可能把哲学 传授给未来的君主呢 柏拉图说做就做 建立了一个雅典学员 可以说是第一次大学旅行 持续了九百多年 学院不断培养出 无数城邦立法者 大约公元前387年 柏拉图40岁时 机会终于来了 远邦小程序迪奥尼修斯一世 向柏拉图抛出了橄榄枝 但柏拉图却因为 直言不讳地指出了 叙拉谷正体的弊端 结果柏拉图被赶走了 后来迪奥尼修斯二世即位后 柏拉图再次应邀 为他讲授哲学 一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 但最终 迪奥尼修斯二世 听信了小人的话 差点害死了柏拉图 柏拉图侥幸逃回了雅典 因为叙拉谷城邦发生了战争 在柏拉图晚年的时候 他第三次应邀访问叙拉谷 此时的迪奥尼修斯二世 更加的专横 柏拉图的哲学 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 不出所料 迪奥尼修斯二世再一次被激怒 最终将百拉图卖为奴隶 要不是学生非多救了他 这位哲学大师就会消失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难 柏拉图终于明白 自己提出的方案太过理想化了 根本无法实现 原因很多 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无法确保 哲学之王的出现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人民之间的斗争和不安分 他对雅典政治的失望 以及他自己的政治理想 都在他的理想国度里得到了满足 通过对希腊现存和可能存在的政治体制的考察 他提出了多种政治组织模式 分别指出其优缺点 分析其形成机制 柏拉图认为政治体制可分为五类 按其优劣程度分别为贤人政治 荣誉政治 寡头政治 民主政治和建筑政治 这里的是去 这里的渐远 柏拉图认为 只有第一个政体是正义政体 其余四个政体都是非正义的或堕落的 为什么柏拉图会这样说 让我们把这五个政体逐一分析一下 先来看第一类 贤人政体 贤人政体是指由哲学王 或者真正掌握政治知识的人担任统治者 在理想国度里 他们凌驾于一切之上 拥有绝对权威 柏拉图认为只有这样的政体 才是正义的政体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姚舜与时代 是一种贤者政治 具体是不是真的 我们暂且不说 但天子应该由全国最有能力的人来担任 这一点和柏拉图的想法不谋而合 柏拉图认为 除贤者政治外 其余四种政体均为非正义或堕落政体 柏拉图的这一思想 对后世西方精英治国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么荣誉政体是什么 如果统治者 管理者 劳动者三者相互混杂的话 很容易形成荣誉政体 在这个例子中 武力起主导作用 统治阶级往往依靠战功 获得地位 追求胜利感 荣誉感 忽视精神文化教育 注重身体锻炼 比如中国古代秦国 他在国内实行军事化管理 基本上就是一种荣誉政体 第三种是寡头政体 其中富人掌权 穷人没有权力 不仅政府事务有少数人掌管 还包括教会 工会 学校或其他机构等团体 比如古代欧洲的罗马共和国 有少数有权势的元老院执政官掌管 这就是典型的寡头政体 第四个是民主 柏拉图将民主定义为 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政府 在这种体制下 无论是否平等 一律平等 但是民主很容易演变成暴民政治 大家知道苏格拉底的死因吗 答案就是投票表决 雅典人因为一件社会热点事件 而无法说服苏格拉底 或者说苏格拉底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于是愤怒地投票将他处死 说完这四种制度 我们再看最后一种政治制度 那就是建筑制度 这是一种建元 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他的名字很容易理解 在希腊文中 建筑和暴君是指通过非法手段 取得政权而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 在希腊的历史中 克林斯、阿格斯、麦主、LAC、基昂、雅典等城邦 都出现过建筑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 三国时期的董卓、唐朝的安禄山等人 所建立的政权都属于建筑政体 因为他们既不受上一代统治者的善让 也不受民众的支持 完全依靠军队这种蛮力来对抗天道 结果只能是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 以上是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五个政体 作为一个从洞穴里走出来的哲学家 他的智慧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 关于理想国的介绍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我来给你做个总结 首先 我们通过洞穴隐喻 理解了人类需要理性的原因 然后 在苏格拉底 波波和小色之间的辩论中 我们看到了正义是什么 最后 我们把正体分为五种形式 什么是正义正体 什么是非正义正体 好了 今天的音频就到这里 恭喜您又一次听完这本书